传道历程中,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卿,对道时分虔诚,一家大小都是道卿,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 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且用符碎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于是告诉他哥哥,战成庚,你不信道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严肃木的抄拔仪式开始了。 战长天前成帝顶着他父亲的名仙跪在佛前,心想中于能为父亲尽点效道。 变传师呼仙时,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呼仙,似乎叫王陵进佛堂以授明师毅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汇破烂的衣服。 满面天前写灵里走过来。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持叫爸爸,爸爸然他父亲理也不理,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扑扑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魔杖。 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回而抄拔仪式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脊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父亲还是把他甩开,而跟着一位念荣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灵德道后,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离天。 这位毛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德道历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但确实能超生掉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我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战场天心中激动不易。 一方面惊喜他不轻易超生掉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便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喜的目瞪口呆,突然说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这个珍贵的大道,求到以后,他身和体认道道数,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而脱不了轮回。 学的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把他的图字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到。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匹生力军资料来源。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庄子新增了五张新相片。 5月15日12点07分,毛山道士求道祭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香港有一位战性道清,对道十分前程,一家大小都是道清,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 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 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且用符碎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滥之蛇,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于是告诉他哥哥,战成庚,你不信道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 天心万苦地把他哥哥哥拉到佛堂,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严肃穆的超拔仪式开始了,战成天前城地顶着他父亲的名仙跪在佛前。 心想终于能为父亲尽点叫道,见传师呼仙时,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呼仙,似乎叫王陵进佛堂以授明师毅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破烂的衣服。 满面鲜血铃里走过来,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爸爸然他父亲底也不底,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婆婆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变是这个魔党。 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会儿抄把医式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鸡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 而上,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灵德道后,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离天。 这位毛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德道历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但却是能超生了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从我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但长天心中激动不已,一方面兴起他不轻易超生了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典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半岛,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 而当典传师传三宝时,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借着典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奇的目瞪口呆,突然说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这个珍贵的大道。 求到以后,他深刻体认道道数,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而脱不了轮回。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把他的图字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 从此迷勒门下又多了一匹生力军资料来源。 https://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bid equals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5,062,308,700 庄子新增了五张新相片。 5月15日12点07分,毛山道士求道祭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香港有一位战性道清,对道十分前程,一家大小都是道清,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 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 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且用符碎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滥之蛇,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于是告诉他哥哥,战成庚,你不信道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 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严肃穆的抄拔仪式开始了。 战长天前城地顶着他父亲的名仙跪在佛前。 心想终于能为父亲尽点教道。 遍传师呼仙时,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夫天,似乎叫王陵进佛堂以寿明师逆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破烂的衣服。 满面前写灵里走过来。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爸爸然他父亲底也不底,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泼泼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魔杖。 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回而抄拔一世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陵德道后,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离天。 这位毛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陵德道立成。 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但却是能超生掉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我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但长天心中激动不已。 一方面心起他不轻易超生掉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变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 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喜的目瞪口呆。 突然说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赶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个尖贵的大道。 求道以后。 他深刻体认道道数。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 学了一身道数。 而拖不了轮回。 学的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把他的图字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匹生力军。 资料来源。 www.facebook.com 我现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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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0,000,062,308,700 庄子星增了五张星相片 5月15日12点07分 毛山道士求道祭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 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卿 对道士分虔诚 一家大小都是道卿 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 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 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 且用符睡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 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 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士无情无相 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 于是告诉他哥哥 战成更你不信到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 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 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 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严肃穆的超拔仪式开始了 战成天前成帝顶着他父亲的名先跪在佛前 心想中于能为父亲敬点教道 变传师呼仙时 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 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呼仙 是呼叫王陵进佛堂 以授明师一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 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 会破烂的衣服 满面天写灵里地走过来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持叫爸爸 爸爸然他父亲敌也不敌 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 被共产党婆婆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魔杖 经过了那么久 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会儿抄拔一事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肌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灵得道后 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礼天 这位毛山道士 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的道历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 虽没有神通法术 但确实能超生了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我要求到 我现在要求到 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玩笑 刚才劝你 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实 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 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战场天心中激动不易 一方面惊喜他 不轻易超生了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典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 步入弥勒慈悲的道门 而当典传师传三宝时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片身 借着典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喜的目瞪口呆 突然说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赶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这个珍贵的大道 求到以后 他深刻体认到道术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术 而脱不了轮回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 把他的徒子 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到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 资料来源 www.facebook.com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bid equals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0,562,308,700 庄子新增了五张星相片 5月15日12点07分 毛山道士求道祭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 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清 对道时分虔诚 一家大小都是道清 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 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 他的哥哥学道数已经到了 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 且用符吹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 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 也说不动他来求道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 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 于是告诉他哥哥 战成庚 你不信道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 拉到佛堂 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 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 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 庄严肃木的抄拔仪式开始了 战成天前成帝顶着他父亲的名 先跪在佛前 心想终于能为父亲静点 叫道 变传师呼仙时 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 这仪式叫夫仙 似乎叫王灵进佛堂 以授明师一指的仪式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 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汇破烂的衣服 满面先写灵里走过来 他一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 爸爸然他父亲理也不理 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 被共产党扑扑打死的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个魔杖 经过了那么久 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一回而抄拔一事结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祠祥的天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王灵得道口 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礼天 这位毛山道士 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得道历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 虽没有神通法术 但确实能超生掉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从我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实 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 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战长天心中激动不已 一方面惺起他不轻易超生掉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便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牧迷了 祖师面前 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 他惊奇的目瞪口呆 突然说瞪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这个珍贵的大道 这个珍贵的大道 求道以后 他深刻体认道道数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 而拖不了轮回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 所以不久把他的图字 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 资料来源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fit equals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5,062,308,700 对